嗨 大家好 今天咱们要把这个小鸡毛做一个出故的小鸡 这只小鸡毛是石家庄的客人给预讯的 大家看这个情况 当我们在靠近的时候它非常兴奋 很亢奋对不对 那这种情况想不要给它任何反馈 不要去摸它 不要给它临时 不要让它感觉因为肺叫而得到了关注 这一点很重要的 反正要等 就一直等 刚才我这个等待的时间大概持续了1到2分钟 我就等它安静下来 没有那么亢奋以后 我就去开这个笼子 然后再给它再嵌一声 那现在它在面对我们对它这个训练方法的时候 一开始它是迷惑的 它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你只需要遵循一个原则 咱们希望它达到什么状态呢 就是安静状态 我们就是一直在等它安静状态就可以 现在可以了 安静了 OK 咱们进去给它带绳子 戴着绳子之后 注意出门之前一定不要 咱们太着急 走 安静的状态下得奖励 越兴奋越没有奖励 吃着了吧 好 乖 来 出来 大家刚才看我在带它走的过程中一开始 它是非常非常的不情愿的 你看它左顾右盼左冲右撞 是吧 它这个方向很难固定下来 而且它总是在我的脚前面去走 那这个时候呢 狗狗的主人通常是担心踩到它 你越躲它其实它越会朝你的方向去靠 那我呢会不经意的去踩它爪子一下 踩疼它一次 下次它就知道爪子不能在那个位置上放了 而且它伴随我的距离也好 频率也好 是在我的引导下逐渐的稳定下来 大家可以反复的看这个过程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的态度要坚决 在这给大家提一下 一般这个月份的狗对于食物的需求 是非常非常的强烈的 它的食欲非常好 就好像是从来吃不饱一样 那这个时候 想要训练它 在食物面前等待就非常困难 你把视频一放下 立马就扎下去了 你很难去控制它 或者想要打断它是很难的 那这个时候咱们就需要野蛮一些 比如说你看我们的训练零食 它非常的爱吃 如果现在我把这个零食放在地上 不让它吃怎么办 你就看你的态度 你的态度是不是很坚决 昨天已经进行过一次这个训练了 一般对于这个月份的狗 想要让它在美食面前停下来是很难的 其实这种状态也是我们在给它传递一个信息 这个食物是我们来控制的 在当下这个环境 我说了算 一般这种情况下 从小培养大的狗通常不会出问题 它很服从 个人 坐 一般达到这个月份的狗呢 我们会对它有一个单独的管理 大家看到哈 我们这个隔间是单独的嘛 不会让它在一起 因为狗狗到了新家以后 肯定会自己去适应这个环境 那如果它跟其他小狗伴在一起时间太长 那会有一种依赖 只要它一离窝 离开了其他的兄弟姐妹 就会疯狂吠叫 我们会尽量的让它提前去适应 独处这个习惯 但是啊 有一个不可改变的因素是什么呢 环境一变化 气味变化 声音变化 它肯定会有不适应的情况 所以呢 狗狗到家以后 出现吠叫的行为也很正常 EN 因为凌方圣 有点总比 拥有点 对 吃 吃 哇 我 哇 玩死 这个 天